我們再來回到我們剛剛的計算 我們還沒有算完的這個部分 我們剛剛已經得到這個Vn 就是有一串的 Vn-i-1這個串的東西相交在一起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把這個Vn的指法算出來 我們所用的方式 是這個所謂的generating function 升整彈數 那這個Vx的話就是 它是一個多向式 這個多向式的這個係數就是我們這些V所組成的 那剛剛的前面幾項呢 我們已經知道了 這是V0 都是V1 然後V2是2 V3是全部 那其他的V的話是怎麼算的 Vn Vn是怎麼算的 套我們剛剛的分數 我們剛剛的通通就是左邊乘右邊 就是可以這個Vn 來V2乘以Vn-i-1 就是我們分數 所以你要算這個V4的話 其實你如果V1把它帶進去 你也是一樣可以 因為前面答應就知道 你這個V4當然就可以 所以你沒有這個分數把它算出來 好 那這個Vx就是我們剛剛談 這就是我們生成函數 我們就是真的把它展開來 Vb就把它寫下來 是這樣的東西 那其中的這個Vn-V3 這個答案我們是知道的 再下來我們可以把這個Vx 這是多向式 那多向式的這個平方 這個平方 二次方 那二次方的話就是把所有的這個像 分數的像做乘法計算 好 那零次方的就是V0的平方 再來一次方的 一次方的就是 左邊的V0乘以右邊的V1 再來 左邊的V1乘以右邊的V0 那就這個 再來二次方的 二次方就是 左邊的V0乘以右邊的V2 再來左邊的V1乘以右邊的V1 再來左邊的V2乘以右邊的V0 所以這個我們就把它展開來 這是二次方的 那這個二次方的這個 同時我們就會發現 這個二次方的這個東西 它正好會等於下面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V2到底是什麼東西 V2好 V2就是V0乘以V1 V1乘以V0 後面沒有了 因為再過來一遍 再說一遍 V2 如果你把這個N等於2栽進來 那就是V0乘以V1 再加V1乘以V0 那系列就對了 這回我們看V3 我們把這個也把它帶下來看一下 V3是什麼 V0乘以V2 然後V1呢 V2乘以V1 再過來是V2乘以V0 所以這個V2的平方 正好你把它展開 它正好又會等於這一串 非常奇妙的一串 那這一串的東西跟上面這一串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非常接近 跟NRVX的主要非常接近 那就是什麼 你把這個上方的這個 把這個V平方這個 再乘以X 這個再乘以X 這個再乘以X 那這個V1就跟這個V1的X就一樣了 V2再乘以X V2的X平方這個又一樣了 所以你把下方這個 這個把它乘以X 再乘以X 那其實這一串跟這一串 就一模一樣 除了V0是吧 V0就是V1 V0就是V1 所以這一串就等於VX 再扣到V0 那就是 好那我們先看到這個東西 我們怎麼來表現它 這個我們要解開來 現在我們要解開來是什麼 現在我們 這個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東西 但是我們現在想要把它解開來 這個X 這個是V的平方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說這個東西 用另外一個想法 把VX平方V V把它想的是另外一個變數 我們目前通常叫做Y 所以你可以把想的是Y 這是Y的平方 乘以X 然後呢 再等於Y 減掉1 把X呢 當成是一個係數來看待 所以就是什麼 X的Y平方 減掉Y 再加1等於0 現在我們要解的出Y 就X當作常數來看待 我們現在解的是這個Y 那這個是Y的二次的多向式 二次多向式的方式就是這個 好 那二次方向式的多向式呢 我們就可以靠 各位還記得這個公式嗎 二次多向式的方式 公式是怎麼算 如果是什麼 A Y 平方 加上B Y 加上C 等於0 這個Y的指數等於多少 二次多向式的方式 這個Y的指數等於多少 這個 這個 方向式的解釋多少 來 問題一下公學 這個國中數學 國昆學 這個上面這個 2A分之乎B 然後呢 加減 加減 跟號 1平方減4A 這個就是我們的這個 二次多向式方向式的公式減 這個 所以現在下面這個 就把它採用是Y的多向式 S當作係數 然後你們在這個構式 得到答案是這個 得到答案是這個 這個就想把它採用是一個Y 那得到我看 那這個細節我們就 就馬上把它背倒過來 就這個 好 所以呢 現在B X 變成這個 變成這樣一個東西 那這個 這樣一個東西也是非常奇怪 還有這個 這裡面還有開根 但是也沒什麼關係 接下來 這個 這個 二向式定理 Binomi 寫二向式定理 X加Y的K次方 X加Y的K次方 忘記了沒關係 另外一個地方 X加Y的K次方 就是 K取0 然後X的K次方 Y的0次方 K取1 K取1 X的K-1 Y1次方 K取2 X的K-2Y Y2次方 K-2Y 這是多向式 所以 2向式 所以 我們現在就是 剛剛有一個 剛剛有一個 這個東西 E-4X開根 那當然就是 E-4X的2分之1次嗎 這個當然就是二分之一次方 那二分之一次方 二分之一在這邊就是 k 次方 各位以前看到很多是整數的 我們現在這個 其實這個可以扣短到它會整數的情況 所以這個二分之一 這個1-cf 二分之一 這個東西就可以把上面這個公式 把它套進來 我們就把它套進來 那這個計算的這個過程 我們看一下這套起來就是大約是這個 我們可以看起來是這一箱 這個就是這一箱 k 現在是二分之一 k 現在是二分之一 k 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取一 二分之一取一 然後呢 x 的 k 次方 x 的 k 次方 x 的 k 次方 然後再過來 y 的一次方 x 在這邊就是1 右邊這個 y 就是-4s 所以-4s 的平方 我們就把它展開 根據上面這個二項式電影把它展開 再過來這些東西就可以稍加整理 這個整理過程我們就不要再看 稍加整理就會得到下面這一串 所以各位可以回家慢慢算 然後最後就得到這個 上面這個跟下面這個是一樣意思的 可是我們只是重新整理而已 就把它變成這樣一個細節 好 再下來 我們得到這個東西之後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不能忘記了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算這個v v是我們要算的目標 也就是這個vx 裡面的係數就是我們要算的答案 我們只是把這個答案隱藏在vx這個多項式裡面 其實我們關心的是這裡的係數 像這個我們已經知道答案了 後面那個v4 v5 v6 那個每一個我們都想要知道 就是這個vi我們想要知道 這是我們的目標 好 所以再下來 我們就要去算 在這裡面的 在這裡面 s的n次方的係數 sn次方的係數就是vn的那個係數 s i 次方就是v i 作為它的係數 那s的n次方呢 就是這個vn作為它的係數 就是這項 就是這個 vn作為它的係數 所以我們要先想要知道 這個x的n次方 它前面的係數 那也就是把這個x的n 這個n 現在用n來取代它 這個就是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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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來取代它 把這個用來取代它就對了 好 所以我們就把剛剛這一串 剛剛這一串 剛剛這一串 就是先用n來取代 那就這一串 這一串 那 這個2分之1取n加1 我們以前我們常看的是什麼 c 我們用c 對不對 然後這個n取3 n取5 我們常看的東西都是整數的 現在我們看的這個東西是非整數 非整數一樣可以算 2分之1取n加1 還是可以算 那這個計算的公司 來跟我們的這個 n取3 這個公司是一樣的 我們先寫一下 n取k到底是多少 n取k 這個答案是多少 n取k 來問一下同學 n取k 這個 這個 這個是 高公數學 黃 智漢 n取k 這個答案是多少 n接成 n-k n-k n 結束了 可以接 這個就是我們n取k的公司這個 你現在就把這個公司一樣的 把它帶到這邊拿一樣的 你不要管它什麼2分之1 它就把它想成是一個很順的 同樣的公司就把它帶進去 那帶下來就是得到這一串 這一樣的東西就把它帶進去 好 那得到這一串之後 這個當然在推倒這個式子的時候 這個是有些技巧的 得到這一串之後 這個有一個負責 這個有一個負責1 這個n 然後2的2分 2n加1 然後這個 原來它就是2分之1的 2分之1的 這個2的四方 乘進去 這個2分之1就變成1 就變成1 所以就是把它乘進去 那這個詳細的這個 推倒或什麼 我們就不易推倒 那我們就再看這個 最後面這個 這個詞 最後面的詞 最後的詞 那最後就得到這個了 那最後得到這個的話 它等於是這個 因為根據剛剛的講法 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 就是我們cn取k這一段 那現在就是2n取k 就是這一段 就得到這個詞 那所以這個詞的這個詞代指B正 代表Vn的詞 Vn的詞就是我們要算什麼 我們要算 忘記好 我們要算什麼東西 我們要算到底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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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限格的mineH n代表你有n個點 n個點的mineH 到底有幾個 這個叫Vn 這是我們要算的 好那這個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最後答的得到這個 那我們如果實際 把這個答案把它算一下 這個答案 這個可以算 你把它n代進去 這個答案是可以算出來的 當然這個答案的指 這個n大一點 這個指是非常大的 那我們把它實際 代進去算一下 前面幾下的時候 我們已經知道了 112 112就是這個 112就是這個 112 這是我們已經知道的 然後如果你想要算這個4到底是多少 你也可以利用 剛剛的公式 把這個4算出來 然後再去算這個5 慢慢去算它 後來我們直接代入我們剛剛的 所得到這個結論的公式 這個結論這個公式 你可以直接算出來 那如果你不要這樣算 你當然可以用這個公式算 這兩個錯在公式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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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其實這個 這個 這個數 它成長是 非常的快 這個 卡格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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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數是常常非常快的 那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 不同的マイク的數量 是 這麼多 這個給我們 我們要在 轉換 開始 一個 的 好 這 是 這個 你 很快 我們要在 對 我們要然後 看 對 好所以這個各位好在Google上面 也可以找到 Carton Number 這個網這個 在Wikip網在上面好他有講的 那這個 這個Number的值 這個這個值 CN這個值 就是我們剛剛講 VN這個值 他這邊CN有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算出來的這個值 然後這個 這裡面他就跟你講 他就跟你講說 很多東西 他在做計算的時候 最後都得到這個答案 不光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Diskink of MindTrain 賣去的這個 不同的數量 除了那之外啊 好多東西啊 這邊有好多範例啊 算一算都得到一個答案 那 這個 這個 太多了吧 這太多這個答案 那這個ACM ICPC 就是ACM的這個層次設計比賽啊 藏出這一題 他就問你說 某個東西的這個值到底多少 那你就要能夠知道它怎麼算 這個這一點藏出的 那這個 太多了啊 這個 像這種我們喔 這種不同的形狀有幾個 這個是MineTrain MineTrain 就是我們剛討論這個 這個就是MineTrain 重點這個就是MineTrain 這個我們剛剛討論的喔 那這個 他是講這個MineTrain的這個 過程喔 那 除了這之外 還有其他 好多種 這個爬 這個什麼 每路徑的個數啊 這個很多種 然後最重要是什麼 就像這個Carton Ramp 到底是誰發明的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請求 這是中國人發明的 我請求說 這邊就是有一個 這個是 這個所謂 中國人發明的 那也不是所謂 也不是所謂 我們看一下中文的網上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Carton Ramp Carton Ramp 這個 這個喔 這邊講啊 就是 在 米歷史的 1814年喔 可以看到 1814年到1894年 這個數學家 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這個Lamber 那這邊講 比如說這個 這個清代數學家 民安谷喔 在比他早100多年 比他早100年 就用到這個東西了喔 那當然這個 這個中文的書 我們大概不太容易看得懂 因為他沒有用數學文化 全部寫的這個東西 很難 很難懂的喔 但是他裡面表達的內容 就是我們的Carton Ramp 所以就是說 這個到底是 誰發明的 那 因為這個 我們現在念的東西 都是以歐洲體系 這個資料 來當作我們的歷史資料 秘密的方式 也都是歐洲人的秘密 那這個是清代的這個 名案 他以用這個 歌眼 蜜蜜蜜 就是圓中力的這個東西 裡面可以用到這個 他當然又有點這個 用安兔 這個也有論文在描述這個事情 這個不是說道聽途說 我們覺得說說就算了 這是有論文在描述這個事情 明暗圖 然後這邊有些論文在考慮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的這個第五章 我們的內容就到這邊為止 我們就結束了 接下來我們進入第七章 好 那我們第七章要談的東西是排序收挺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收挺到底做什麼事情 譬如說這個原來左邊這個 是原來沒有排序的情況是這樣的情況 然後右邊我們把它排序往B之後 向右邊這個狀況 那這邊的排序是根據這個key這個欄位來排序的 那所以呢這個 我們來看看就是這個所謂的list 在這裡意思就是一大堆的req req 就是紀錄 一大堆req 所以我們這邊有req 1 2 3 4 5 有5個req 然後呢每一個req 有1或多個欄位 所以這邊有一個key的欄位 還有其他很多個欄位 那什麼叫做一個req呢 就譬如說 我們各位同學如果在以前我們要填一個表單 就是把你的姓名、學號、身分證、電話號碼、家庭的地址等等 要把它填進去 那每一個譬如說姓名或者是學號 這個就是一個欄位 欄位 這個是一個key 那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是我們的這個 個的一些資料的話 我們不太用姓名來當作key 因為姓名有可能是重複的 那key在設計上的話 基本上就不會重複 那我們就用這個key來 來這個分辨 好所以這個sort 就是我們要把這個key的資料把它sort 那左邊這個是原來的情況 右邊是sort之後的情況 再來就是我們在sort的過程當中 我們經常要交換資料 就是我們要把兩筆資料做交換 那你可以想像一下 這個學號的這個資料 其實就是少數幾個碼而已 那你其他的什麼 你還有其他的什麼生日啊 父母親的資料啊 家庭的地址 一大堆資料 那如果每一次你都要進行交換 就這兩筆資料交換 假設這兩筆資料交換 如果你連這個artofere 連同其他的藍色都要交換的話 那你就會花太多時間 所以我們希望在設計這個sort的時候 那個跟sort無關的資料不要去交換 我們只是把key做交換而已 好所以基本上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類似這種指標的概念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指標指向你的資料 那將來我們只是把 我們只是sort的這個資料 做了這些資料 那這些資料是由這些指標所指向它的 所以是我們是sort的 sort的這些指標 我們sort的那個point point就是指標 只到你要去的地方 所以我們就是把這個point 把它做sort 那什麼point你要sort的時候 你是point要到什麼 到你的相對應的req 裡面的key 所以實際上你真的要sort 也是拿這個key來做sort 那所以sort完畢之後咧 你原來的資料是沒有動的 我們只是把這個sort的這個point 順序把它換了 那你原來放在第三個位置的 這個是e這頂資料 放在第三個位置的 我們就比較直播了 代表說你現在是 在sort裡面算是第一個位置 可是它實際上還是放在第三個位置 那這個避免 避免你選擇 這個兌換的 就什麼調換的資料 那這樣可以節省一些時間 那我們為什麼要sort 簡單講sort就是我們要可以 方便來找成資料 所以譬如說我們要做社群 那其中最有的就是mine社群 那我們要做mine社群 就是你要把sort完畢 才能做mine社群 所以sort的目標 這個最簡單的這個作用 就是我們可以做這個社群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sort 其實我們準備在這邊講的這個sort 大概有10種左右 大概有10種左右 那這個sort裡面 最好的sort的方法 它的時間步驟都會到order 這個是最好的 這個目前 這個當然已經證明了 不可能再比這個更快 bast收聽的方法 那時間步驟就是order 好 好 那 再過來就是 我們剛剛說 剛剛說這個 你要這個mine社群 那假設你沒有sort的話 你沒有sort的話 怎麼辦呢 那基本上你就會 你就會做什麼 就像 你如果沒有sort的話 你會做scripture search 這個scripture search 這個scripture search 你要循序的搜尋 循序的搜尋 循序的 那這個循序的搜尋就是 一個資料看完之後呢 再看下一個資料 按照scripture 好 所以如果你沒有sort的話 那你基本上能做就是scripture search 你的資料可以放在array裡面 當然也可以放在linklist linklist也是 這個資料看完了 看下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是沒有排好數據的 譬如說我們現在想要找 9567 6872 裡面看看有沒有6 好 那已經非常簡單 先比第一個 看它等於6 不是 再看下一個 它不是6 再看下一個 那找到了 那找到了的話 我們稱呼它叫做scripture search 成功的搜尋 那如果你想要找4的話 也一樣 從第一個 開始比到最後一個 都沒有看到4 那我們就是unsuccessful 好 所以這個 到底 這個時間複雜數大概是多少 如果你沒有排序的話 那你用scripture search 你的時間複雜度 差不多是這個 2分之n加1 有成功找到了的話 大概一半的量 大約一半 平均來講大約一半的量找到 那 沒有成功的話 那大概 那我們就全部都要找 只是order n 全部都要找 這個是scripture search 你的時間複雜度 好 那這個是scripture search 你的頭尾 這個頭尾 也非常容易 就是 你就從第一筆資料開始做 這個i等於1 i等於1 假設我們的資料 是放在a1到an之間 從1開始 那就是i等於1 然後這個i還在這個n裡面 而且呢 ai沒有等於k k就是我們要找到的資料 如果ai不是等於k 那我們一次就加1 慢慢找 然後 找到最後 如果說你都沒有找到的話 我們不是return0 return0代表什麼 代表沒有找到 然後returni代表沒有找到 所以這邊有寫 return0代表你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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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returni代表你找到某一筆資料 你的index是i 這個是scripture search 好 那剛剛說過了 那我們縮停的話 可以來做mine search 那做mine search 那做mine search 你所需要的時間 只要log n的時間 不再是order n 是log n的時間 那這個是會比較快的 好 好 那這邊 除了在這邊這樣寫之外 那這個 你要做mine search 基本上 你要包含兩個要點 第一個 你一定要受的 一定要受的 是一定要受的 你要做mine search 第二個 你所使用的資料結構 各位不要說 這邊我寫的sorted list sorted list sorted list list的意思不是一定是link list list就一串的東西啊 一串的東西叫list 那你的這個mine search 你不能放在link list 這個list要放在哪裡 list一定要放在array裡面 你不可以放在link list 那為什麼不能放在link list 那為什麼不能放在link list 但為什麼不可以放在link list 為什麼不可以放它link list 因為我們會到處亂挑啊 對不對 我們這個做這個慢用搜尋 我們第一個要比掉這個中間這一條 比完之後咧 我們可能覺得他這個紙太大了 我們要看左邊邊的中間這一條 所以你的紙是逗出亂俏 不是按照順序來的 這個不能放在link list 你要放在array裡面 那array的話我們只要寫什麼 AI 他就指到第二個位置 AJ 他就指到第二個位置 所以這個不能放在link list 所以未來考試問題說 慢用搜尋 你要具備兩大要點 這兩個就是同樣型 一個要short 一個叫array 你要short 你的資料結構是array 所以這邊寫一個list 你不要說這個叫link list 我當我們寫list的時候 沒有意思說它是link list link list一定要寫link 這個才寫 好 再下來 縮挺還有一個作用 還有一個作用 就是譬如說我們現在有兩串的資料 這裡有兩串的資料 那我們要看這兩串的資料 比你一樣 這個分析設計的方法要怎麼做 這個分析設計的方法要怎麼做 先把7在裡面找到一個7 再來把6 再看裡面有沒有6 再來5 看裡面有5 再來3 看裡面有3 再來9 看裡面有9 這個時間複雜樹要order m乘以N 因為這邊的每一個 都要跟這邊的每一個碰同 第二個還要跟這邊的每一個都碰同 這個時間複雜樹被order m乘以N 因為每一個資料都要碰同 比較好的方法當然不是這樣做 比較好的方法就是瘦 你先把兩串都瘦 上面這一串瘦有時候是35679 還有勝利的 下面這一串瘦有時候是35679 還有勝利的 瘦完畢之後呢 接下來就 compare 100 萬 第1個跟第1個 第2個跟第2個 第3個跟第3個 只要其中有一個不一樣 它們這兩串就不一樣 所以你做了之後呢 你 compare 這個 你對這個 compare 就會非常簡單 那做的話多少時間 我們剛剛說過最好的做的方法就是 N log N 或者這裡是N log M 因為這兩串很不一樣長度 那你兩串都要做的 所以是N log N 或者是N log M 那當然一開始如果這兩串不一樣 那這兩串長度不一樣 那它基本上就不會一樣 所以你看到N跟N不一樣的話 其實不用做了 一定要兩串一樣的長度 你才會有可能裡面的那樣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 sort 那這邊就舉了兩個範例 一個是 money search 一個就是 check 看看這兩串的東西有沒有相同 好 那我們今天就上課到這裡 就說好